早在2500年佛陀年代 有一位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 突然他家里所有的食物器具都装满了蜂蜜 夫妻觉得非常的奇怪 就把它取名叫蜜圣 蜂蜜的蜜 圣力的圣 光阴如见 岁月奔驰 一转眼几年之后 蜜圣长大 他厌烦成熟 要求父母允许他出家 父母高兴地答应了 得到父母的赞许之后 蜜圣到奇缘经社 投佛出家 因为他前世的善音很快得到了果味 有一次他和同修比丘尼在出外度化的途中 感到非常的热和渴 像都有一杯饮料 这时候蜜圣比丘把空的一个波往空中一洒 然后双手去接的时候 波中已盛满着加蜜 送给众生解渴 回到经社的时候 有一位比丘就向佛陀请教说 蜜圣比丘过去他是修的什么福分 为什么他能够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能够求的蜜堂呢 佛陀答道 你们记得在很久以前 有一只猿猴 求戒伯具装满了加密 来供养佛和僧众 由于他的慈心施舍 他死后转身为人 由于他的诚心 佛给他的加密 故今生今世 随时随地 他都能得到蜂蜜 佛陀说过之后 比丘又问道 佛陀啊 密圣的前世 又是什么因缘 让他变成了缘猴呢 这时 佛陀的四周 弟子越来越多 他看了他们之后说 密圣 为什么会堕落缘猴 那是五百年前 已生的时候 在嘉业如来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青年比丘 在偶然间 看见另外一位比丘 跳过一条小溪 就笑他的姿态 像缘猴一样 因此他犯了恶语的罪 所以他堕落为缘猴 后来他知道自己的错 曾向那个比丘忏悔 缘堕地狱的受苦 并因此胜缘 缘猴能够欲佛得度今生 很快了 证得了罗汉果 佛陀 佛陀讲完之后 朱比丘都知道了 一句恶言就能招来苦果 因此大家再也不敢细言恶口 因为因果是不会饶过人的 我们在人间经常骂人 经常说别人不好 有时候觉得很爽快 但是造的恶因 终有一天会受到恶报